年过花甲未婚无儿女的女星 第一位 惠英红 还在等自己的初恋 因为战争两人失去联系 如果她回来求婚一定会嫁给她 第二位 罗兰 可能因为自己的形象不太好 所以这辈子都没有结婚 一直孤身一人也没有想过领养一个孩子 第三位 程可维 受原生家庭的影响太大 从小让她缺乏家庭温暖 所以程可维选择不结婚 第四位 黄文慧 年轻时为事业拼搏 错过结婚生子的机会 后来因为要照顾父母更是没有时间 第五位 李莉莉 大半辈子都在为香港的影视圈服务 当年也不乏追求者但都是露水情缘 她表示这辈子都不会再结婚了 第六位 妮雪 相爱26年的恋人去世后 妮雪至今单身一人 66岁的她一点也不服老 活得更加从容通透 第七位 郑玉玲 浪费26年青春身边依旧没人 所以到晚年越发的喜欢赚钱存钱 表示生命中爱情是最不值得的东西 你认为哪位明星更令人惋惜呢 我发现别人认为哪位明星更多 客机会 中文字幕——YK